這間店你一定要知道 南西場夜市啊 就是萬華、板橋啊 附近居民的一個共同的回憶吧 我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吃到 有家香菜的花生捲冰淇淋 我真的是驚為天人 我從來沒有吃過人家把 花生捲冰淇淋 炒成提拉米粉 他有家一家的紅酒 然後跟那個花生粉搭在一起 意外的搭耶 他直接變成一個西式甜點 我覺得老闆娘是天才 南西場夜市呢 真的是我從小到大的回憶 覺得很妙 他其實沒有很香 但是旁邊有很多小巷子 就是裡面有很多的美食 像是你這邊啊 你想得到的美食都有 油飯啊 牛排啊 羊肉啊 然後肉包 都有 基本上呢我覺得花生捲冰淇淋 就是一定要加香菜 沒有加香菜就是死罪 我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吃到 有加香菜的花生捲冰淇淋 我真的是驚為天人 他的皮比一般宜蘭呢 或者是去中南部的時候 正南宮附近有很多花生捲冰淇淋 比那種還要Q 還要飽 還要Q 真的有差 因為一般的花生捲冰淇淋啊 他的皮會再厚一點點 沒有這麼Q 我覺得板娘有蒸過 真的很聰明 而且你看啊 他的花生粉 我覺得很讚的是 他吃得到顆粒 很搞分耶 然後他們的冰淇淋 我剛選了兩種 一個是芋頭 一個是紅豆 這樣搭配起來 已經是很絕妙了 但是香菜呢 有一種香菜的特殊的香菜味 他讓整個花生捲冰淇淋 融為一體 他絕對是一個媒體 一個橋樑 你算你是還點另外一個啊 我點提拉米蘇 因為我都沒吃過 我常常沒有吃過人家把 花生捲冰淇淋 做成提拉米蘇 你怎麼會想到用提拉米蘇啊 因為自己當初在做甜點的時候 我想說 把我進去吃吃看 結果發現意外的好吃 他真的是很大方耶 給一整大塊耶 他的提拉米蘇 有夠香 他有加一點紅酒 然後跟那個花生粉搭在一起 意外的搭耶 他直接變成一個西式甜點 我覺得老闆娘是天才 然後這個皮也是Q到一個不得了 但是我覺得少了一個東西 靈魂的人物 香菜 來刷香菜 來刷香菜朋友 刷一排香菜 我覺得香菜真的是 花生捲冰淇淋這一種類型的甜點的 它讓整件事情有一個媒介 就會變成沒有這麼的甜 然後沒有這麼的膩 你可以一口接著一口 光吃 你們有來吃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們的心得 下次影片見 拜拜